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长期关注大陆股市 它光是在上海 因为是证券公司在上海的代表 就有长达18年的时间 跟大家讲一讲 这次股灾您自己损失了吗 伤心动股了吗 应该是没有伤心动股 但是之前可能有所获利也吐回去了 那这算是最好的情况了 对 这幸运吧 那要跟大家再讲一讲 就是说因为这两个星期来 有好多好多关于大陆股市的 报道啊消息啊 那以您实际掌握的那个状况 到底这一次股灾 反映在线上面 或是数字上面到底有多惨 它那个就6月15号 最高的时候是5178点 5178 那下来一直到最低点 7月9号 3373点 已经跌了34% 这个是上证中值嘛 它跌幅还比较小一点 好像那个深圳的话 创业版的话跌幅更大 大概4成 4成 那有的股票的话 那时候蛮好玩的一件事是说 那时候还排了一个所谓的一种说 所谓 跌幅签名榜 我那时候看了一下 大概那一天的话 有1000多支的话 跌幅在50%以上 跌了一半 就是创业版 那最高的话是跌了7成5 对 而且就是如果股市的话 人家不是讲技术上面的话 如果这是累计跌幅超过两成的话 就算是 进入熊市 对 进入熊市 大陆的股市都跌3成5 然后4成嘛 所以是非常严重的跌幅 对对对 尤其是我看到那时候 那只股票是说 第一名的话 变成说跌了7成5 这波下来 而且是从75 从等于说从6月份开始 跌下来 就跌了7成5 就等于不到一个月时间的话 跌了7成5掉 对 变成说 他也许说所谓的牛市以来 上半年以来的涨幅 全部跌光了 跌了75% 我们可以从很多名人 他投资产赔这件事情 可以看出他股市到底跌得有多严重 对不对 像比如说 像说赵薇啦 小燕子 还有 还有像你说 就范冰冰啊 这些的 当初因为投资股市赚大钱 或者是说 刚好是阴言忌讳 有的人是想说借用明星的光环 多多能够替所谓的 可能自己的公司加持 还不是真的损失啊 赵薇算是损失还蛮严重的 他估计的话 40亿 40亿 人民币 人民币 对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换成台币的话 200亿 200亿 非常惊人 很多人一辈子赚不到这个钱 对啊 200亿台币等于是说 应该说半个多月 就是说从整个大陆股市市值来看的话 因为他股市跌了超过三成 等于他的市值蒸发了 蒸发了三分之一嘛 之前来讲的话 他变成有 有 有讲是说 他等于10兆 已经10兆美金的一个市值了 对 这次这波跌下来 大概跌了3.5兆美元 当然是还是 当然还是比那个日本的股市来的 来的大啦 来的大 但是一下子跌那么深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是股灾 对 如果他跌3.5兆美元的话 很多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你说换算成台币的话大概是100 超过100兆台币 换算成希腊好了 10个希腊的GDP 最近就是说国际上面的话 希腊弄得大家鸡飞狗跳了 但是他是10个希腊 一个希腊就把欧盟搞了鸡飞狗跳 大陆现在是10个希腊 所以非常惨 这个真的不可通略的意思 你看虽然他们赔的惨细心 因为大陆他主要是来自于散户组成的那个股市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大家爱红片也 可是尽管如此 他们的股民非常懂得苦中作乐 明明心在堂血 可是还能够创作很多的酷首歌曲 我一起来听听看 好可爱 好可爱 除了苦中作任,大陸民眾還發揮創意 好像一個講法是,在這波股災之後他們對於一波三折有了新的解釋 對,這一波下來股票變成三折 股價直接打三折,可能跳樓大拍賣 還有一種他形容的很好,跟私房錢放在股市裡面 對,說你怎麼樣把你的私房錢藏在哪邊,人家找不到 就說放在股市好了,放在股市的話,變成是說太太找不到 後來連自己都找不到 還有一個是有人調侃講說問說這一波股災的話到底有多慘 那有人就講說比那個離婚還要慘,為什麼比離婚還慘 為什麼比離婚還慘 對,因為就是這次股災之後是資產少了一半,但是老婆還在 多可惡啊,你看這是男性的思維在講這些事情 對,不過大陸的投資人是算很會發揮創意跟幽默 對,還說什麼,譬如說以前股票漲的時候 我吃什麼,狗吃什麼 那股票跌下來呢,狗吃什麼,我吃什麼 那再跌的話,變成我要吃狗了 當然自己變成朝鮮族了 對對對 就這一次他的那個股市跌跌的很慘 然後官方也在互盤有很多很特別的手法 我們先從官方媒體好了 因為在我們台灣其實官媒是不,不是官媒 就我們媒體基本不做這些事情的 只是報導現象,可是他們的官方媒體是會喊話的 我們可以從那個上海的那個新聞晨報來看看他的標題 大家從那個畫面就可以知道說,他是分階段在對投資人喊話 第一次他是先出現說,穩住援軍正在趕來 第二次他就變成,該出手就出手 最後乾脆放狠話了,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這是對空投在喊話的 然後另外,再接下來另外一波是在那個長沙的火車站 他就出現一個電子跑馬 他上面寫的特別好玩,他說 A股保衛戰,能參戰就參戰,沒子彈也吶喊 對對對 因為大陸來講的話,變成說幾乎啦 幾乎因為以前的話,計畫經濟的一個思維 變成說很多東西來講的話 股市裡面之前的話 都就所謂國有企業 那變成相對來講,這些所謂的官媒 因為這一波,我們可以這麼講 就是說這一波上來的時候之前 你說新華社或人民網的話 都也是大不吶喊,就是說 可能說改革牛啦 有點說政策牛啦,國家牛市的情況 所以變成說這次下來的話 官媒的話當然就是說 因為以前來講 《人民日報》有提到說 四千點 四千點是所謂的牛市的起點 所以在這四千點這附近的時候 包括周邊的 像我們說新聞晨報 也算是上海市政府的 他變成是出來來講 有這一方面的一種是說 可能標題 一方面所謂振奮人心啊 一方面是說也是說 等於說替國家各方面的政策吶喊 就等於媒體幫忙互盤 這是一個方法 可是官方互盤的招數 我覺得很特別 好像非常多 如果說我們從六月二十八號 就是從央行的話 到人行的話 開始去降息跟定向降準 原本大家預期說 六月大概不會有降息跟降準 結果六月二十八號那邊算起來的話 其實整個下來到上個禮拜的話 他動員的部委跟資源是非常多了 對不對 因為最主要一點是說 我們應該這麼講一個正常的股市 那變成說 尤其是沿線沒有預料到的 所謂的利好 降級降準這種雙降 結果形成一個情況是 當天開高走低 那尾盤大殺 變成大跌的一個情況 那處此一個情況是說 是說後來 再加上後來來講的話 股市來講變成是說 變成說 沒有所謂的一種 我們正常邏輯上面的一種說 可能說 一種說走向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是說 股市是不是失去他應有的一個 農資功能 流動性的功能 對才會發生這種情況 而且好像就很多的 那個救市措施出來的時候 都沒有發揮的效果 他就越來越加 很多原本就是 已經被認為不是市場性的措施都出來 比如說IPO暫停 甚至已經就是排定的IPO的話 叫他暫停把錢 退還給那個投資人 對對對 然後還就是要求就是那個 大股東 大股東還有董監事 買回自己的股票 他不可以賣 不可以賣 只能買不能賣 對然後還就是 甚至被人質疑說 是不是違法去救市 比如說他要求二十一家券商的話 你要籌集 大概是台幣六千億元資金的話 進場買股票 然後就是 而且就是四千五百點以下 不准賣 又有人質疑說 這個好像違法證券法裡面 就是你不得用你自己的那個 資金優勢集體去操縱股價 就等等很多措施的話 其實很多人的話都認為 就是可能已經是超乎 就是那種市場操作的方式了 最重要的一個手法是很驚人的 對 這個從這些講起來都 大家都可以把它歸納成 這真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總是特色的 那種互盤方法 其中最厲害的一招 大家應該在新聞裡面 您看到 我們要等一下回來 再跟大家好一聊 好好聊一聊 因為大家都在開玩笑說 其實中國大陸證監會的主委 要讓公安部的部長做 為什麼呢 因為公安部部長到浩子裡面 去抓空投總司令 廣告之後我們再回來聊 大陸股市從暴跌到千股停盤 政府積極救市大動作互盤 看在大陸股民眼裡各有不同想法 看他幹什麼呀 現在這一切指標都失令了 你有啥看出來 對吧 你輸了錢 輸了錢 輸了你的肉裡分 刮到你的肉裡面了 你還高興嗎 我覺得這個股市應該還不會壞 我個人還是有這個信心 我認為這個股市還會有好的這樣的 還會向好的方面發展 中國市戶盤一舉一動 備受關注 未來會如何發展 還得繼續看下去 中國大陸的股市像雲霄飛車一樣 暴起暴跌 其實已經不止一次了 還有好幾次 光是一天的漲跌 就可以超過20% 按理來講 他的投資人應該是信心十足才對 因為非常有經驗 可是這一次為了護盤 官方竟然出動了公安出馬 這次比較特殊是說 因為這個市場來講 我們講究的是所謂的流動性 被農資的功能 但到後來 像是說 原先來講的話 雙降之後是增加流動性的一個情況 結果發生一個情況是說 利多不漲 那利多不漲來講 因為之前來講 從所謂的一種說 6月15號跌下來之後 那6月18號左右 開始就是所謂的利多 等於說出現之後 那很多人是有進去抄底 但抄底之後發現又下來了 對 下來之後 結果發現一個情況說 很多股票的話 一開盤就跌個五六趴 是 五六趴之後 然後後來跌停板 對 跌停板都賣不掉 對 而且是第二天 再隔天又下去了 對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有所謂的一種是說 可能說做空的集團 或者是一種是說 突英 突英也可能 或者說二億做空 很多說法 正發生這種情況 對 那這次來講的話是說 因為證監會他本身來講 他沒有 他變成是說 他相對 可能發現一些所謂的蛛絲馬 那也請作為公安部 變成是說來家 也是說協查 那這次比較特殊是說 他變成說是有兩位的公安部長 公安部副部長 所以變成一個情況 高層有兩位 就變成說你既然出現了 一定要辦得水落石出 是 所以會給大家一個交代 對 不過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 他之前我們剛剛提到說 他從一行三會 中國人民銀行 然後銀監會 政監會保監會 然後財政部 國資委 然後對 全部都出動 結果股市還救不了 結果七月九號那一天的話 早上的話 我印象的是新華社 大概是十點零五分的時候 發布一個訊息講說 新華網發布訊息講說 公安部的副部長 孟慶豐帶人到那個 那個證監會去 結果 在十點十分 那個股市就戲劇性的翻轉 從本來大跌變成直線翻養 然後就 然後就那一天的話 是說是上陣的話 是以五點多創下近六年 六年以來最大漲幅 最大漲幅 然後當天的話 一千多檔股票漲停 而且沒有一檔下跌 所以公安的勢力 就是他那個力量 真的是很很驚人 而且他不只漲一天嘛 他後面幾天繼續漲 我想是說 因為已經釋放出 那麼多的利多 再加上就是說 變成說可能說 李克強也回國之後 變成說他有先施一些措施 事實上來講的話 變成說 其實公安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可能是一個 剛好是一個觸媒 一個點 一個點而已 並不是說因為他來股票漲 因為這樣的話 不是公安 不是公安部的副部長 特別會護盤 對對對 應該是說對市場上面的 散戶投資人來講 是產生很大的信心機率 可以這樣講嗎 也可以這麼講嘛 就是說變成說 國家總動員吧 對 不然的話 我們到個開玩笑講說 那不然叫公安部長 去當證券會主委 就維穩還是要靠公安 不只是在社會上面 而且很有意思就是 聽說我看大陸媒體報導 聽說那天早上的話 就大概十點十分左右的話 消息傳到那個 交易大廳裡面說 公安部的副部長 當然到證監會去了 聽說裡面的話 歡聲雷動 就鼓民話拍手叫好 為什麼 就是大家覺得哇 公安來了 公安來了 看你還敢不敢點 因為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這次的始作雍子 還是證監會 因為之前不是說 有提到說 可能說去槓桿 強力去槓桿 那是不是說 甚至每次救世來講的話 是 救世不利 因為剛開始都是證監會 在等於說主導 對 那是不是裡面有所謂的一種 是說 我們不能說 內監 公安部 副部長 又跑到證監會去 人家說 嗯 去抓內監 不然那種內線交易 或者什麼什麼 那些惡意做空 為什麼證監會老查不到 對 對 就是說他變成說 他既然查不到 就是讓能夠查得到的人 進來看看 而且他這個公安進來之後 也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原本的話 大陸為了救世 我們剛剛提到很多那些 中國式的救世手法 當中有一個是 讓公司 上市公司大面積的停牌 停牌 最多的時候大概有一千 大概一千四百家 對那個公司 等於是上陣的話 上陣家 那個上上上海 上陣家 深圳家 兩個加起來兩千八百多家公司 很誇張欸 在臺灣不可能這樣 對不對 我怎麼可以 我自己上市公司 我說我停牌 就停牌 停止交易 那這不是會讓他跌得更慘嗎 他這個停牌來講的話 事實上有一定的規定 對 但是就是說 裡面有一些比較模糊地帶 正在籌備重大事項 正在是說協商重大事項 他可以先斬後奏 對不對 我先宣布停牌 提出來 但事實上是交易所 要同意 對 那交易所事實上 那時候來講是有同意 是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們換個角度來看的話 是 交易所來講的話 是說變成說 你有那麼多的一個股票 可能繼續無量下跌的話 影響到市場民心 那變成說 他就很刻意的 變成說 合乎他的一個規範的 先停牌 那先停牌來講的話 變成說 你所謂的一種 所謂可能國家隊 他變成說 他要互盤的時候 比較容易嗎 對他不用貝多利分 因為變成 變成來講的話 就有限的資源去救那些 剩下的公司 對對對 因為初期來講 你資金可能只有這麼多 那變成說 怕貝多利分的話 就變成很刻意的話 有些停牌 那沒關係 你說 我變成說 你股指數的計算 你也不需要計算到這邊 他也不會拖累大盤 是 對 變成說 你大盤跌也不會跌那麼兇 對 所以說除此之外 那再這樣說 國家隊可以用他的一個資金 來救這些其他股票 所以公安進場 有一個很明顯的作用 是他其實進場之前的話 是公司一直停牌 一直停牌 可是他公安進來之後 因為股市大漲 所以從上週四上週五到本週一的話 就是很多公司就開始爭著 急著要戶牌了 對對對 恢復交易 比較特殊的一點 像說之前他們有些 有些找 有些找的理由說 因為 可能跟跟某個 某個公司 某個企業 都在談一些重大事項 就是說 影響到投資人 是 有重大不確定性 所以停牌 那第二天馬上互牌 就是說 均發現此項 跟某個公司商談這個事項來講 次數不可行 對 所以馬上可以複牌 所以馬上終止 所以其實話都他自個兒說 停牌跟復牌 感覺太過隨意了 一起這麼多公司 突然停牌跟復牌 好像有一些是 投資人自己要求 很多的股票都停止交易 於是他就自己去要求 他買的那支股票 趕快停止交易 還說如果可以停止交易 那就是良心企業 非常誇張 他們是說 因為有這種說法是說 除了投資人之外 甚至還有一些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為什麼 因為變成說 你那個時候 能夠的話趕快停牌 當作所謂的防空洞 防空洞 在那邊來講 先躲起來 躲起來 那變成說以拖待變 有什麼因素導致 為什麼路會突然 這樣疊這麼深 又疊這麼重 對 因為最主要一點 我個人覺得是說 就所謂的強力去幹桿 去幹桿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 那去幹桿的一個 就是說變成說 再這樣說之前來講 有所謂的估值泡沫 對 像舉個例子 像你說創業板跟中小板 對 他們以小型股為主的 那以創業板來講的話 他本益比到一百四十 一百四五十倍 對 那個這個話 就股市大概泡沫化很明顯 那之前來講 有個現象是說 像有些公募基金 或者私募基金 他們來講的話 他們要展現 他們自己的一個績效 他們一般都會去買小型股 那買小型股之下 這個績效 就會跟別人不太一樣 那就漲上來 漲上來之後 但是到一定的一個情況 因為去幹桿的因素 變成股市在跌市的時候 他變成是說 他要趕快應付贖回 他就要賣掉 他賣掉的時候 結果發生一個情況是說 小型股你賣不掉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流動性 就比較少 因為比較少的 從小的資金 就可以把它炒作起來 那變成他就只能賣籃籌股 賣籃籌股的時候 這籃籌股又帶領大盤 又往下跌 所以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甚至形成所謂的一種 所謂的一種 流動性風險 所謂的一種 產生所謂金融性風險 還有一種說 是跟政爭有關 有沒有可能 有這種傳說 因為有一些網站上面都說 這是因為政爭所產生的股災 我在想是說 因為像所謂這些陰謀論 或什麼樣的 總是會比較有市場 因為很難求證 很難求證 那我自己覺得是說 因為在過程之中 習近平還有李克強 還有周小川 他們之間的話 就是說一定有一些默契 但是他們都先後出國 是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真的有所謂的政爭 或者有些陰謀的話 他們不會是說 你說像你說 習近平還跑到什麼 上和 上和 上和會 就是說 上來合作主席會議 對對對 甚至說李克強 還跑去歐洲爭取訂單 是 那周小川跟著習近平 還跑去 出去嘛 跑去俄羅斯 所以我想說 不太可能 對對 股市下跌都可以扯到政爭 真的充滿中國特色 就現在馬上回來 大陸發生股災 重傷的股民 他都自嘲 現在跳樓還得排隊 有人割肉離場 還有人在死守 希望可以等待一線生機 網友就問他說 大陸不惜代價就是 有沒有後遺症 我個人是認為也是有他的後遺症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會讓股民有所期待 變成說每次來講 只要一跌生的話 那變成說政府就會出面 對 或羊毛會出面 這種期待 但是是說 我們再換個角度來看的話 是說如果不就是的話 後果可能更嚴重 當然就是之後 也可能會影響到說 未來的話 等於MSCI就是說 變成說摩根斯坦利的 那個亞太指數的一個 一個辯入 那目前的一種說了解 對SDR 就是可能是影響比較不大 那回到剛剛問的是說 這個後遺症來講 當然是說 很多人覺得可能會影響到未來 未來的一種是說 大家對政策的一種說依賴 但是事實上這一整波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這麼講 是說大陸官方有意無意之間 也希望股民能夠是說 跟著所謂的國家的政策 去走 所以才會有之前所謂的一種政策 政策牛市 政策牛市的一個情況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就改革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有很多的一種是說 可能說目標想達成 對像你說國企改革 制度改革 地方債 或者甚至是說一帶一路 還有那個可能說養老金 這些改革這些 所以說變成說 他要達到很多的目的 那之前來講可能就是說 大陸也有個觀 有個觀點就是說 一切問題牛市就能解決 所以等一下這次不得不那麼快 就是也是因為擔心說股市繼續跌 會影響到他剛剛提到那些改革的進場 對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因為一般股災發生的話 三到六個月之後 會影響到實體面 對 經濟動能會受到影響 會受到影響 可能荷包變少了 變少了 就不買不消費了 對對對 那之前來講的話就是說 他有個國家牛市 或者是一些政策牛市的 一種說法的時候 也是希望說大家能夠 所謂的財富效應 正效應 財富的正效應的話 能夠說財富效應溢出來之後 然後促進消費 解決一些通縮內需的一個問題 那目前來講的話 所以說變成說 在你變成負效應之前 財富效應之前的話 趕快救市 那另外的話就是 那個社會的話 就一點的話 引起社會不穩的話 會不會也是一個那個 他要這麼快出手 有個重要原因嗎 對 因為在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就是說 之前一直也提到是說 你說新華社六篇文 或者是說人民日報 四千點才是牛市的開始 對 所以變成說為什麼 互盤在這個四千兩百點 這附近就開始進行了 變成說總是有個煞車 這跟政府的威信 很有關係 我想我想 對 一方面是政府的威信 一方面是說 他想達到他的一個 可能是說改革的目標吧 因為這一波 就是習近平跟李克強的 習近平體制來講的話 他變成他上台已經 已經三年多四年了 是 那變成是說 他未來還有一任 那一任之間 他想要達到很多的目標 股市可能扮演一個 蠻重要的角色 這也就是說 之前來講 我說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兩會的時候 那變成說 可能說李克強 他的施政報告 刻意強調之後 要建立多層次的 資本市場 對 不過這次股 可以讓大家見識到說 到了股市的話 其實人質色才是很濃厚的 非常嚴重 跟咱們臺灣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明天要繼續 請翁仙跟大家聊聊 中國大陸股市特有的現象 明天我們繼續大陸股市 謝謝翁仙 謝謝